比起金钱,巴菲特更在乎时间 他从来不会浪费时间 他的老搭档,查理芒格赞叹道 巴菲特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忙 他工作的时间,有80%花在阅读与思考上 这就是赵俊史上最成功商业记录的原因 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 亚伯拉罕林肯也曾说 如果给我6小时砍倒一棵树 头4小时我都会用来磨斧头 我们的人生就像林肯砍树一样 花时间在思考规划 才能轻松扭转人生 周日一天的思考与计划 会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内 能进行精确的操作 让我们生活更加高效 由于富人越来越富 穷人越来越穷 为了转移穷人们的注意力和不满情绪 让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境遇 富人们推出了奶头娱乐 就是能让人着迷又低成本 能够使人满足了垃圾娱乐内容 比如短视频、电视剧和游戏等等 富人给底层一个奶头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填补他们全部的空前时间 很显然 富人们又成功做到了 巴菲特发现 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在循环做这九个行为 所以才会导致他们没有时间 才会低效率 合群并不能成为一种可靠的价值判断 当你和一个群体交往感觉到累的时候 说明你们并不是同一类人 不是所有的群也都要迎合 胁迫性融入群体 很难给你带来任何舒适和价值 合群的目的 是为了交流学习 彼此提升 或者只是为了纯粹而真实的情谊 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两样 只是花费大把的时间 就怕别人说你不合群 开不起玩笑 但是明知你不乐意 还要拿着合群来胁迫你 为难你的 压根不是好人 合群不过是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果合群没用 那就独善起身 真正有所成就的人 都在用不合群的时间 去重塑真正的自我 有时候不是别人绑架了你的意愿 是你用不切实际的期待绑架了自己 合群很重要 但是要合一个什么样的群更重要 无论如何 保持清醒的头脑 有自己的目标 并且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 才是第一位 三分钟热度的主要原因是 好奇心泛滥 好奇心令人们对一件新事物产生热情 而当开始找手做这件事的时候 才发现没那么简单 为了避免承受未来可能的失败 及时放弃 才能全身而退 这导致每件事都是半途而非 最终一事无成 这不只浪费时间 也对一个人自信心和经历 是一种无形的磨损和内耗 容易放弃是忍心 但还是可以克服的 要想改变三分钟热度 秘诀就在于 在刚开始做一件事的时候 先养成天天做这件事的习惯 再去求做这件事的强度和质量 如何天天做这件事呢 方法很简单 降低自己做这件事情的强度和标准 比如健身 最开始去健身房的时候 你可以每天先去15分钟到半小时 先让自己的身体先适应 并且慢慢从中找到乐趣 慢慢培养自己新的朋友圈 当你觉得每天去健身房半小时 已经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会消耗你的意志力了 你就开始加强力度 加到45分钟或一小时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你看到一些努力坚持的人 他们开始也有懒惰的时候 没有人是天生就厉害自律和坚持的 都是靠每一天一点一点积累了 72小时定律告诉我们 那你决定做一件事情 如果72小时内没有去做 那你做这件事的几率就近于零了 他们总喜欢等待所谓的机会 总是想要准备好一切在行动 想要一个十全十美的开局 今天的事推明天 明天推后天 所以我们需要培养自己的执行力 每一次果断 每一次行动 都是在打败那个在拖延你的敌人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情绪 来摆脱恶性循环 找出原因 消除任何障碍 无论如何都要马上去做 有时候 即使面对你喜欢的事 也确实很难开始 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设定的目标不切实际 而这会让你觉得目标很难实现 从而导致拖延 设定切合实际的目标 会使事情变得积极 从而使你保持合适的工作心情 有了正确的策略 你就可以掌控一切 并乐于完成工作 我很喜欢一句话 我在过去的人 会永远错过现在 你一直在后悔 怀念你的过去 因为对你的未来非常焦虑 说明你现在过得不是很好 或者说你现在跟以前的心态 有了一个变化 对事物的看法和做法有了不同 可以试着去找回以前的心态 有些人总是后悔过去的某个选择 想着 早知道这样就好了 如果我没有这么做 会怎么样呢 他们的眼光始终无法向前看 不断的缅怀过去 纠结过去的某件事 在脑海中一遍遍批判自己 时间长了 思想负担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不要想得太多了 可以去户外多活动放松自己 或者去一场简单的旅行 转移注意力 你可以开始有空就运动 或者读书 进行一些爱好来填补时间 如果一个人自立起来 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 就没有空去想那么多了 很多人一直让自己处于极差的心情中 导致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干 其实负能量只会让我们自己更加苦恼 却无法解决任何事情 这时候朋友就很重要了 我们应该多去靠近一些给你赠能量的人 真正的意有是能够相互鼓励 并且对生活充满激情的 而一个能让你变得更好的人在一起 很重要 如果说要对自己的生活与朋友负责任 那么最好的做法 就是不要指望别人能照亮自己 而是要内心自带光源 同时可以照亮他人 如霍金所说 如果你患有传结 这也许不是你的错 但抱怨社会 或指望他人的怜悯 毫无益助 一个人要有积极的态度 要最大限度的利用现状 近朱者测 近墨者黑 最终跟随蝴蝶走下去的人 看到不是芬芳的鲜花 而跟着苍蝇走下去的人 你只能到得了肮脏的勾局 人生就像射箭 梦想就是剑靶 没有剑靶 每天拉空具有何意义 你有没有迷茫过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 但是生活上 事业上 都不见任何奇事 觉得很迷茫 浪费了很多时间 其实呢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你没有目标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饥饿逃不上饭的乞丐 只会嫉妒那些可以吃饱的乞丐 而绝不会去嫉妒高高至上的王帝 这个故事里面原本的意思是讲述 每个人只会嫉妒比自身稍微好一点 处于同一阶层的人 如果想不与嫉妒你的人共处 就努力以嫉妒你的人拉开层次 先去思考你未来想过的生活 然后想想你见过谁达到了那个生活 然后你可以去模仿他 读他读过的书 读他走过的路 无限的从认知与行为向他靠拢 就比方跟着老伙学捕猎 跟着狐狸学智慧 跟着乌龟学忍耐 不一定一生只跟一个人学 那种只信仰一个人 只能称之为被洗脑了 在不同的阶段 跟着不同的人学习 他们最优秀突出的一个方面 然后反复运用到熟练 形成为自己的能力 这样就会逐步融合出 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当我们越来越追求完美时 我们对自己也会逐渐苛刻 但会将他人的缺点放大看 要学会放平心态 看待自己和周边的人 恶求完美的心态 并不会让工作变得如鱼大水 反而让做事效率变得越来越低 事实上 完美主义其实往往代表了 人类一种焦虑的情绪 对缺陷的焦虑 对无能感的不安 而且完美主义到达一定程度 渗透进生活 工作 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就可能和一种疾病挂钩 强迫行人格障碍 对于这种焦虑症 有一种治疗法 叫暴露疗法 暴露疗法本身是一个 比较痛苦的过程 虽然自己面对最害怕 最焦虑的事物 当出现失误的时候 是在让自己容许这个错误的存在 能补救就补救 不能的话 就试着去忽略它 不要让它影响之后的所有过程 完美主义者们要学会接受失误 建立现实思维 例如 设定较为确实的目标和计划 并且学会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 要记得 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很多人喜欢同时去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 在陪孩子的时候 同时尝试看手机上的电子书 或者和家人打电话的时候 打开免体 同时去忙其他事情 然而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 什么都想要去抓住 但是什么也都没有抓紧 家人会明显感觉你心不在焉 自己手头上的其他事情也没做好 目标太多 不够专注 经常换来换去 一切只想要完成太多的事情 做事情却很浮躁 导致挖了十口井 却没有一口是能够出水了 要正确地改掉不专注的习惯 要先找出做事不专注的原因 才能够提高专注力 培养良好的习惯 所谓说 好的习惯能够成就一个人 坏的习惯能够摧毁一个人 所以培养良好的习惯 是专注做事方法的第一步 管要做的任务 混解成一个个小小的挑战 来挑战自己 看能否把它完成 我们需要弄清楚自己的长远目标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样不经意间 你就会专注于做事 在职场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 他们处处不满意 日事都挑剔 他们抱怨的理由有很多 老板太苛刻 薪水太低 白财富裕 工作环境不好等等 这些理由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 可是想想又似乎不合逻辑 人是活的 工作环境不好 老板太苛刻 你可以离开啊 薪水太低 白财富裕 你可以找一个重视你的啊 后来发现 往往越是抱怨的人 就越来越做出改变 抱怨是把责任强架于他人 比如小孩子犯了错误 家长要惩罚的时候 你就会抱怨 这是个个叫我干的 而在公司里 员工对于自己的业绩不佳 人家往往抱怨 公司没有给我机会 很多失败都是抱怨造成的 面对失败 我们推卸责任 不吸取经验教训 很快 失败将会再一次降临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抱怨 批评责备能解决的 不是需要我们去行动 去思考 安慰自己 慢慢的去解决 开机会